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看这个式子 B等于μ0H加上magnetization 那么它最重要的就是说 那么磁性物质它的magnetization 磁化强度跟H常的关系 这个KiM比顺磁要大几百倍 甚至于几千倍 所以它在这一项里面 因为它比顺磁要大几百倍 所以顺磁在磁化的时候 磁场没有那么强 铁磁却是很强 不但很强 而且这个东西 它是跟磁化的过程有关 磁化的过程有关的 我们带进去的时候 我们说过Bt可以等于μ0 这个就变成E加KiMH 那这个我们可以写成μ0 这个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写成μR 那你们书上目前呢 在大学物理里面 它是写成KiM KiM 在顺磁跟铁磁 这个都是常数 KiM也就是μR 它是个常数 但是铁磁物质这个μR μR是E加KiM 它跟磁化的过程有关 跟磁化的过程有关 它并不是一个常数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铁磁物质里头 B场跟H场的关系 它并不是线性的关系 顺磁它是线性的关系 但是铁磁里头呢 它不是线性的关系 那我们上次不是画了一个 我先把这个写下来好了 B场等于 这个就可以写成μH 那么μ呢 在等于常数 这个是在顺磁里面 顺磁 即反磁物质 它是常数 但是在铁磁物质来说 它不是常数 μ不是常数 这是铁磁物质 OK 不是常数 因此呢 在顺磁跟反磁 这个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B场跟H场 B场跟H场 但是在铁磁来讲 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们上一次有把这个B场跟H场 铁磁物质把它画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假如啊 我们把一块的圆柱形的铁磁物质 我们用电线缠绕住 然后把电线通电以后呢 铁上电流 那么这个里头就会产生H场 是这样子的 里头就有H场 就会有H场 H场 用安排右手定则 有了H场以后啊 那么这个物质就开始磁化 它就会有magnetization 如果是铁磁物质的话呢 这个magnetization呢 它不是常数哦 它不是常数 好 那么它跟这个 电流 跟H场的关系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 我们画这是B场 这个是H场 现在我们看铁磁物质 你通电流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刚刚通进去 那么它这个曲线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电流越来越强 那么这个H场呢 就越来越大 H场越来越大 电流跟H场是线性的关系 但是B场跟H场不是哦 你通一点H场 那这个H场就让这个磁性物质磁化 磁化以后加到这里头 就变成很大的B场 那么因此呢 H跟B的关系啊 你现在电流慢慢增加 它就这样子上来 这个是它的磁化的一个过程 假如我们用的是交流电 那电流会变大 然后呢又会变小 然后电流又反过来流 我们说当你电流在变小的时候 那H场就线性的回到原来的位置 就是慢慢的线性的靠近零 但是呢它这个B场啊 不会是零 B场不会是零 就是你H场就到零了 我这个电流啊 从那个最大值变成零的时候 H也变成零了 但是你这个H变成零啊 可是它的Magnetization呢 Magnetization跟H的值啊 它是 它 这个不是常数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还有B场 它还有B场 就是说 你这个是零 可是呢 它里头本身就吃化了 只有这一项 那么你继续把电流在 我这个画的太太大了一点 我把它画小一点 好 那你这个是个交流电 电流从最小值到最大值 然后再反过来流 然后再反过来流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曲线呢 这个曲线呢 这个B场跟H场的关系啊 它是有这么一个 一个loop 这么一个loop OK 这个loop我们称它叫做 辞字曲线 辞字曲线 这个我们 叫做辞 辞字 现象 好吧 那这叫辞字的一个回路 那这个叫做hysteresis hysteresis 那我们看 当你的H场啊 已经是零了 就是我电流都变成零了 但是这个东西的词啊 它的B场没有变成零哦 B场没有变成零 B场在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值 那这个这一点呢 我们用D点来表示 那么这个 这个算O点的话 那么OD 这个 这个大小 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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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你这个 一旦词化以后啊 你这个H变成零 它磁场还 还留在这里 还有这么多 啊 这个叫做完磁性 很顽固啊 它叫做 它的叫做retentivity 它还有一个名字 or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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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磁性 那么我们继续把这个电流反向 反向 反向 反向以后这个H变都反向了哈 H变本来是朝 本来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电流啊 交流店嘛 它变成这样子以后啊 H变得朝在这边 当H长朝到这一边的时候 它会变成零 那么我们把这个叫做F 那就说我们要把词 它很顽固 它留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要矫枉过正 就是说我把它矫正 矫正很顽固的东西 好像一个铁弯掉 你把它拉直 再放手的还是会弯 你就要把它熬得多一点 就要矫枉过正才可以 它才可以回来 不过它并不是到那里就回来 OF就说你必须要有 这么大的一个 力量才能够把它矫正 这个叫做 Coercive Force 或者是叫做Coercivity Coercivity 但是我们 可是你这个电流 我们知道这个电流 它慢慢减小 不过一下子就没有电 所以电流再继续 往这边变大 那么它这个词画就往这边 然后呢 等电流又转向变成正的 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这个叫做 词字回路 到这两端的时候呢 就说它这个里头 词欲啊 你H厂朝这边最大 它变成这样子 等一等 H厂反向它 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又过来又变成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周期的话 我们知道里头的这个 铁瓷物质里头的 它这个磁举啊 永久磁举 就一下子搬过来 一下子搬过去 一下子搬过来 一下子搬过去 这个搬过来搬过去 要做工耶 要做工耶 不是说你这个 很轻松就随便 就拨过来拨过去 如果你用个仪器 然后接着耳机上去 听的话 你会发现 它里头有Ki 咔嚓一声 搬过来 到另外一点的时候 又咔嚓一声 它又搬过去了 那么 因为它要做工 那这个工最后是变成什么 变成热 变成热能 所以说你在这里 转一圈以后 它这个面积就是代表 那个物质 每单位体积里头 所消耗的磁能 单位体积 你要去搬它 对不对 把里头的磁举搬过来 搬过去 你要做工啊 你要花能量啊 那么单位体积 要花多少的能量 单位体积的这个磁能 就是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的面积 那它产生的热 有没有用呢 没有用 它产生的热 跟涡电流产生的热 一样是属于没有用的热 不但没有用 还有害处 你这个如果 你这个在交流电里面 交流电 像我们的变压器 就是软铁做的 它也是铁磁物质啊 你搬过来搬过去 搬过来搬过去 它会产生热 那个变压器 热量越来越高 变压器不但有这个 它还有涡电流 涡电流有I平方R的 这个热功率 所以呢 时间一长啊 这个变压器会很烫很烫 很烫很烫就烧坏了 早期我们这个变压器 技术并不是很好 所以 常常会闻到一股焦味啊 就是那个 我们日光灯里面的变压器啊 烧焦了就坏掉了 OK 好 那么 我们当然不喜欢说 你这个软铁啊 产生的热量很大了 很大 好 那么我们怎么改善呢 怎么改善呢 那么 像涡电流 我们要改善的时候啊 我们就不是用整块的铁啊 我们拿这个变压器来看 这个是变压器 这是它的铁心 好 那么 那么 我们primary coil 然后secondary coil secondary coil 这是primary 那么这个接到一个 负载上面去 当这个电流在这里转的时候啊 这个里头会有磁 会有这个磁通 因为铁磁物质啊 它这个量特别大 μR 等于E 加上KM 这个叫相对磁导率 导磁啊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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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这个磁 往这个里面跑 那么叫磁导 相对磁导率很大很大 所以呢 这个磁力线啊 从这里漏掉的很少 都几乎啊 通通从这个当中啊 通通从这里跑 它一下子这一边 一下子这一边啊 方向 要看它的电流 好 那么因此它 这个里头呢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接面 这个接面我们 从这边看过去好了 从这边看过去 好 这个接面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是A A Pram 接面 这是A A Pram 接面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它的电流啊 因为它的磁场啊 是这样子 不一定都打叉啊 有时候会变成 点状啊 出来的 一下子进去 一下出来 再变动 所以在这个里头啊 会产生电流 会产生电流 这个电流呢 就是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的 这就叫做AD current 叫做磅电流 方向也不是永远是这个样子的 随着这个资产的改变 磅电流一下这边流 一下这边流 当这个磅电流在流动的时候啊 会产生I平方R 热功率 让它产生热量 然后呢 还有 这是软铁做的啦 它里头的这个磁局 一下子搬过来 一下子搬过去 也会产生热 双重的这个原因 让这个软铁啊 温度升高 如果你不控制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用来做transformer 会烧掉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两种 不要用的热 就是没有用的热量呢 一种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变压器 你这边看是整块的铁啊 整块的铁柱的 我们不要用整块的铁 我们用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这个薄片 把它叠起来 但是两片薄片的当中啊 有一个很薄的绝缘体 绝缘体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改进就是说 我把这个界面啊 变成一片一片的 这个铁 重叠起来 重叠起来 不是用整块的 这个当中都是绝缘体 电流不会过去 但是它的磁通 还是一样的变化 还是一样的变化 它还是会产生涡电流啊 但是这个时候涡电流不会这么流 因为这里有 绝缘 于是电流怎么流呢 电流就只能在这里流 好 我就少画几圈啊 太小了 不好画 电流啊 就是这样子流 涡电流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流跟这样子流有什么不一样 就好像你导体啊 我们说过一个导体的电阻 是跟它的长度成正比 跟截面积成反比 那这个就相当于啊 我们把这个通电流的这个导体啊 截面积呢 截面积啊 说它的长度 长度就变成很 长度啊 变成很长很长 所以它的这个 电阻啊 就变大了 电阻变大了啊 电阻变大的话呢 那么 你EMF是一样的啦 EMF 作用在这个电阻上的电流就比较小啊 EMF over R 是等于I啊 你R变大的话 EMF是不变 那么它的电流就变小 电流变小的话 电流是跟I平方 跟平方程度比哦 因此这个量就变小了 它产生的热量就变小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改用片状的 叠起来 不要用整整块的软铁铸成 那么会减少它AT current的热量 但是这个原因产生的热量 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 那只有啊 但是它跟材料有关 有的材料 同样的这个状况 它这个面积很大 面积很胖 就是说 它这个回路面积很胖 有的材料呢 这个面积很瘦 很瘦 很瘦 面积大就是消耗的 就把电能转变成为 磁能 转变成为这个 把磁能转变成为热能的 这个量啊 面积越大 就是越多 如果面积越小 转变成热能的量就越小 于是它的热量就会小 那很幸运的就是说 我们做Transformers 一般都是用软铁 软铁的这个磁子回路的面积很小 就是很幸运 很幸运 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 那么很普遍的材料 OK 好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 一个物质被磁化 磁化 磁化 你要退磁的话 你老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它永远不会退磁 永远不会退磁 那么退磁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电流啊 比如说过来 回去的时候电流变小一点 然后这个缩小 然后又变小一点 最后回到这里 就是当电流等于零的时候 H也是零 B厂也是零 这个时候就是完全的退磁 一个物质的退磁 并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 因为μR很大 所以它的磁场 几乎都从这里过 不会很少很少 从这个外面露出来 那么因此 我们 我们看一个 这样的一个物质 假如 这是一个铁磁物质 如果这个球 这个是一个铁磁物质 铁磁物质 我们在这里通均匀的磁场 本来这个磁场啊 这里过来都是均匀的 磁力线都是 它的间隔都一样大 间隔都一样大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啊 就不一样了 这个当然直接过去 这个呢 它就这样子过来 这个 只要到表面的时候才 好 它的磁力线 到了这个铁磁物质的时候啊 会大部分都从这个地方 就是说会被这个地方 引导进去 进去 那么 这就是铁磁物质 它的有一个 它的一个特性 它有这种特性 因此啊 你们所戴的手表啊 最好它的壳子是铁磁物质做的 如果用铝做的话就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手表 你如果到这个大的磁场的地方去啊 它里头的齿轮是刚做的 铁磁物质做的 会被磁化 一磁化以后啊 这个 彼此就会有吸引力 因此这个 这个 这个齿轮呢 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的 活动了 就比较有一点受这个磁力的影响 所以你的时间呢 就会 变慢掉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外面壳子 是铁磁物质的话呢 那么这个 铁磁物质 当然你跟里头那个基建要有一个绝缘 绝缘体 有一个非磁性物质把它绝缘起来 结果这个磁场通过它的时候啊 通通从这个表壳这个地方走 里头 有一点漏磁的现象 但是那个量很少 大部分都圆着这个表壳走了 这就是防磁 防磁 OK 另外我们再看 在顺磁物质啊 我们不是谈到顺磁物质 它本来分子就是一个磁矩 不过它起初排列的很乱 SN 排列的很乱 所以你不感觉到它有磁性 但是当你摆在外加磁场的时候 那么它会产生这个 摆在外加磁场 你用H也可以 用这个B场也可以 它就会把它 它就会排列的很整齐 排列的很整齐 OK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了 它排列的越整齐 就是它单位长度的 磁矩的量越多 那就表示它磁化的强度越强 磁化的强度越强 排列越整齐 就磁化强度越强 但是这个整齐度啊 受温度的影响 你温度一高的话 它整齐度会受到破坏 所以说它的磁化 跟温度有关 通常它的温度啊 这是磁化率了 磁化率 它是跟温 绝对温度 就是客室温度 成反比 C是一个常数 这个叫做 距离定律 距离定律 OK C 为 常数 这个叫做 距离常数 Curray Curray Constant 那么 整个 这个叫做 距离定律 Curray Law 叫距离定律 你们书上面 课本书写的符号 或者是所用的这个量啊 不太一样啊 那你们书上用的量是它的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它是跟 这个 它写成这个 其实 差不多了 这也是常数了 这也是这个绝对温度 克室温度 这是克室温度 那这个里头的B0呢 它是等于 μ0H 就是真空里面的磁场 真空里面的磁场 但是它已经表示 T 它跟T成反比 这个T是 绝对温度 T 这个T跟这个T都一样 T 所以克室 克室温度 这是顺磁物质 顺磁 我们讲这是顺磁 顺磁性 所以你 我们最好就是 有磁铁 有磁性的物质 为了要保持它的磁性 你尽量的不要摆在火炉的旁边 你如果把一块磁铁 丢到火炉里面去看看 我小时候就是 就是曾经拿了一块小磁铁 就跟鞠片一样的 丢到那个 那个 那个灶 就是烧煤的 烧柴的地方 就没有了 那片就没有了 就是它就是 里头在 里头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有温度高的话 那么它这个 就破坏它的这个磁性 好 那么铁子的 物质的磁性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就把这些磁性